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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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穆斯林现在是世界最封闭和最传统的族群,保持伊斯兰教传统,至今鼓励生育,而且鼓励多生,并且配合一夫多妻制度下,女子不上班,成为生育工具。 所以,穆斯林生育率很高,甚至一个妇女要生八个孩子。 这也是科索沃、科特迪瓦等国家在五十年内快速穆斯林化的原因。 因为穆斯林生育实在是太恐怖,而且现在穆斯林凭借最强的生育能力,在欧洲逐步打下根基。 现在欧洲穆斯林已经达到近六千万,很多国家,如俄罗斯、法国等穆斯林人口,都超过8%以上。 甚至现在荷兰、比利时、法国等很多国家,新生人口中,穆斯林占比那是越来越大,增长很快,很多占比都在一半以上了。 也就是说,穆斯林国家虽然没有强国,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,但是穆斯林却在用生育能力来征服欧洲,来逐步渗透世界。 因此,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,如果按照现在的穆斯林人口增速,那么再过80年到2100年,全世界人口112亿,而穆斯林人口将接近60亿,超过全世界人口的一半。 也就是说,在现有20亿穆斯林基础上,直接涨了二倍多,直接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。 到那个时候,无论美国,还是俄罗斯,无论你多么强悍,但是穆斯林光是凭借人口就足以颠覆你,足以占领你,这党都挡不住的。 为此,世界范围内都在害怕,如果真的这样,世界将怎么办? 想象一下,如果世界大部分人口都是穆斯林,那么,将产生多少的动荡? 战争和盛战,甚至恐怖袭击,到时候,世界恐怕无盈日了。 但是现在来看,从生育率上也就是印度,人和非洲黑人,能够跟穆斯林比一比了,因此,未来能够遏制穆斯林的,可能不是美国,俄罗斯,而是非洲黑人在人口上直接秒杀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更多精彩请关注,还原历史背后真相参考文献,伊斯兰教发展史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